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同喝酒相關的禮遇表達 酒的分類 在美國酒吧點酒的時候 涉及到的一些英語口語 對一個人的酒量大小的描述 再來說一說 從微醺到喝段片 酒醉的程度用英語該怎麼說 今天的視頻乾貨非常的多 要看到最後不然會錯過很多知識點 先來說對酒的叫法 有一個口語中常用的詞 Booze 指的是含酒精的飲品 所有含酒精的飲品 不管度數的高低都可以被稱作Booze 你常聽到的詞 Liquor 是不包含酒精度數低的酒 比如說啤酒和葡萄酒 我們也經常說 Hard Liquor 或者是 Spirit 這些指的就是酒精度數高的烈酒 比如說 Vodka Rum Tequila Whiskey Gin Brandy 另外還有一種酒叫做 Liquor 這類酒一般是帶有水果或者是其他特殊口味的口感發甜的酒 很多用來拿作調製雞尾酒的輔料 他們的度數有些也是很高的喔 那麼酒量怎麼用英語形容呢? 對於一個一杯倒的人我們可以用這個詞 Lightweight He's a lightweight drinker About people who can drink a lot We can say He can drink like a fish That boy can put away some liquor He's a heavy drinker Don't try to keep up with him He will drink you under the table 好來看一下這個詞 Alcoholic 這個詞使用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Alcoholic並不是酒鬼或者是愛喝酒那麼簡單的意思 那是一種嗜酒如命的狀態 整天酒不離手 對酒精有嚴重的依賴性 所以Alcoholic可不是拿來開玩笑隨便用用的詞喔 那麼酒醉的程度怎麼用英語來形容呢? 我們都知道Drunk這個詞 但是Drunk是叫聲程度的醉 從開始有醉意到喝段片 這之間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那麼有些輕的度呢並不達到Drunk的級別 微醺飄飄然的感覺呢可以說 Feeling it或者是Feeling a buzz I'm feeling it I'm feeling the drink I feel a buzz I have a buzz I caught a buzz 也可以說Tipsy I'm feeling tipsy 那麼到了Drunk的級別的時候呢 有Hammered和Wasted She's hammered He's wasted 最嚴重的喝段片了是Blackout Blackout和Passout有點不一樣 Passout是沒有知覺地昏過去或者是睡過去 這個時候肢體也是停止的 Blackout可以是類似Passout一樣失去知覺地昏過去 但是也可以是肢體還在行動 但是失去了短期的記憶 第二天醒來記不清楚自己做了什麼 Blackout的過去式在Black上面加Eating Blacked He blacked out 宿醉 也就是啊第二天早上起來的頭崩腦裂 詛咒自己為什麼頭天喝那麼多的那種感覺 叫做Hangover I had a huge hangover the next morning It's usually accompanied by a splitting headache 好最後來聊一下在美國酒吧點酒的用詞 在酒吧點酒每一類酒呢會有不同的品牌和價格 最好的和最貴的我們通常把它們叫做Top Shelf 因為啊這些酒呢擺在酒架的最上層 因為好看也因為那點的人少 點酒精度數高的Liquor時候呢 加冰叫做On the rocks Rock 石頭這個詞啊 在這裡呢指的是形狀像石頭一樣的冰塊 如果呢不加冰就叫做Straight or Neat 比如說When you order a whiskey You can say Whiskey on the rocks or Whiskey straight Whiskey neat 一口一杯的酒呢叫做Shot 很多酒吧呢會有House wine 一般呢會有一種White wine 一種Red wine 這些呢是這家酒吧或者是餐廳啊 自己選擇的一個特定品牌的葡萄酒 基本上呢也就是這家店裡面能夠買到的最便宜的葡萄酒 是一杯一杯賣的 如果你幸運的話呢酒吧給你倒了酒不收你錢 那就是On the house 如果你請你的朋友們喝酒 可以說This round is of me This round就是這一杯的意思 那麼如果整碗的酒你都包了 那就大方的說Drinks of me 在酒吧點酒呢可以點一杯付一杯的錢 或者呢你也可以給酒保一張信用卡 讓他start a tab 那麼在結帳之前呢每杯酒都被put on the tab 要結帳了就說Close the tab 很多團體活動啊比如婚禮公司年會 會有一個開放的酒吧 大家隨便的喝不用自己交錢 這種呢叫做Open bar 如果你是一家酒吧的常客呢 酒保偶爾會回饋給你一杯免費的酒 為了吸引你繼續光顧 這叫做Buy back 怎麼樣有沒有學到有趣的知識 那就給一個三連啊 沒有加關注的小夥伴呢要加關注哦 不錯過更多的精彩製品 去英語不枯燥 和我一起愛上英語 and drink responsibly 都給她整理 我們都在發生聊天 走啊 走啊